Pi Network的主页又更新了 Pi官方在主页说12月25日开放式主网 并且在这里说官方价值为314159美元 什么?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 大家好,我叫小萱 这期影片小萱我为大家整理了三个PiB新资讯 让大家知道近期PiB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消息 那影片和往常一样 影片里会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并不代表官方立场 在影片开始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马来西亚当地的Pi有在12月18日 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举办的第二届 Pi迷你抑加年华办的有声有色 从网络世界走到实体世界 也从一个人汇集到兴趣相同的众人 而且到场的Pi有都来自全国各地 尤其是巫义和印义有足也踊跃地参与这次的Pi迷你抑加年华 小铅我非常感谢这次Pi迷你抑加年华的这些为Pi赋能的商家 也非常感激所有参与的商家以及幕后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们都是义务 有些Pi有甚至出钱又出力的为Pi赋能 因为有大家 马来西亚第二届Pi迷你抑加年华 才能在有些不完美中的完美中落幕 然后小铅我希望中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等等的国家和地区的Pi友们也可以搞一个这样的线下活动 让更多的Pi友聚集在一起 让社区更强大 所以小铅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让更多 更多的人看到这样的好消息 让更多人知道Pi币确实是钱来的 确实是可以用Pi币来买东西的 那小铅我一个人的能力很小 但结合大家的能力 一个人传给十个人 十个人又传给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又传给一千个人 到时候一千个人的能力就会好几倍的放大再放大 那时候Pi Network一定会在全世界都广为人知了 而且您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也是在为Pi Network赋能 因为有越多人使用Pi币 Pi币的价值越来越高了 你手中的Pi币就会更值钱了 那这次举办Pi迷你义货嘉年华 除了让大家可以使用Pi币来义货 其实里面的意义非常重大 第一让更多群众了解Pi Network是什么 第二推动马来西亚Pi友对Pi的认知 第三让Pi友学习进行交易步骤 另外在场有一些资深的Pi友 也协助了不少Pi友解决各种技术上的问题 那小轩我希望他们能够再举办第三届的Pi迷你义货嘉年华 那如果Pi迷你义货嘉年华再次举办的话 小轩我会再跟大家分享的哟 第二个消息更新各国Pi友义货的消息 这位来自越南的Pi友去了一家接受Pi币支付的餐厅吃东西 那他吃了一碗面条汤 这碗面条的价格是0.0000779Pi 在他支付的时候他拍了一段视频 向所有人展示可以用Pi币来吃东西 也让大家知道Pi区块链的速度有多快 另外在开麦隆国家 当地的Pi友也举办了类似于马来西亚的Pi迷你义货嘉年华 此外他们也透过这种小型的嘉年华来作为推广Pi Network 小轩我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Pi友 目前这个阶段如果每两个月或者一个月举办一次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除了可以让Pi友们疑惑 以及让更多人知道Pi币 也可以促进我们Pi友之间线上跟线下的感情 那么目前看来韩国还是拥有最好Pi生态系统的国家 因为韩国有非常多的实体店或者商店都接受Pi币支付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商店接受Pi支付 很多商家他们使用Pi币作为付款方式 现在唯一缺少的是KYC 大家可以想象一旦KYC完成 大部分人都通过KYC并且成功映射了 Pi Network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向上经济吗 第三个消息更新 Pi主页说12月25日开放式主网吗 之前小轩我和大家说过Pi核心团队成员表示 GVC全球共识价是一个可笑的骗局 因为没有人或组织可以声称Pi币的未来价值 因此Pi的价格不等于31万4159美元 不过在前天这些31党又有新的招数了 他们在各大聊天群组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传这张图片 图片说Pi官方在12月25日开放式主网 并且说官方价值为31万4159美元 不过请大家冷静 这张图片以及消息都是假的 因为小轩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 目前没有一个人甚至连Pi创办人尼古拉斯博士 他自己都不能用全球共识 这么严重的字眼来作为Pi币价格的定义 Pi币的价格也不是随便喊一喊 你说多少就多少 当然你可以说是你个人的看法 像小轩我跟大家讲 我认为一个Pi币的价格是100美金 1000美金是我个人的看法 但是一些人的看法是认为一个Pi币是1美金 一个Pi币是10美金100美金甚至1万美金 那这些都是大家的个人看法 我们并不会说你拉低共识 然后去攻击你什么的 可是这些31党的人用全球共识价 如果我们不认同他们的看法的话 这些人就会觉得我们不配成为Pi先锋的一份子 然后他们就会去攻击我们 这样其实是很不好的 因为这样已经影响到那些真正未Pi赋能的商家以及Pi友 小轩我并没有反对大家喊一Pi31万美金 我也相信也许有一天Pi币的价格真的可以到这么高 可是你不要去影响别人或者去攻击商家呀 因为持续这样下去的话会影响Pi的进展的 而且这个图片有很多一点 比如说我们的Pi数量这里是没有逗号的 不过这张图片有一个逗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他挖了26万多的Pi币 邀请的团队只有四位 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第三Pi核心团队永远不会宣布价格 第四Pi主页在今天27号更新了 所以这张图片以及这个消息绝对是假的 小轩我也请大家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您认识的Pi友和您的团队 让大家知道这个图片和这个消息是假的 要不然一些刚加入Pi Network的新派有真的会相信这个消息 小轩我真的不知道这些31档怎么吃饱没事做 总是发这些假的消息出来 然后小轩我请大家转发这个视频 来提醒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假的消息 是一个骗局 说实话支持GVC的商家根本拿不出来货 就算拿得出来 每次都是拿出来一件两件做个样子而已 商家长期支持GVC根本不现实 31档的人只带来了混乱和障碍 你们没有提供任何技术商品和服务 他们的内心很清楚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有多少31万档的人是真的支持GVC 一派31万美金的呢 如果有的话 您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会帮助您免费宣传的 毕竟您是在为Pi赋能 Pi友们非常感激你们的 而且共识不是靠喊的 要用真金白银堆砌出来的 换句话说 支持GVC的人至少也实际交易一次 至少你真的拿向对应的商品出来兑换 不过小萱我看了那些 那么多人说支持31万美金的价格 都没有看到这些人真的拿出东西来疑惑 如果有的话 请留言告诉小萱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帮你宣传 谢谢 OK 那今天分享派的三个消息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萱 谢谢大家的支持哟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